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上集和大家说了1894年鼠疫的开始 和经过未看的其他看法 今天我们又用不同的角度 去讲一下当时华人和洋人 因为鼠疫而发生的价值冲突 在华人观点上 当然都很不满港府用西医的方法 来医治鼠疫 当时有华人认为鼠疫和鬼神是有关系的 所以广州官员会代表市民向神灵祈福 请求神灵的宽恕 以减轻神灵对他们的惩罚 在1894年5月21日 根据申报时疫未已的文章显示出 广州等地的地方官员会在城黄庙 调谈其让 自制三日不理认明 并试与各徒户不许再杀 以雅长和 新报1894年5月22日的报导 《易相未已》里面提到 应观斑行 辟易章情 华人心以为不变 恐惑不免 知生事端也 华人不了解西医 所以就不信西医了 而医鼠疫的医生大部分都是西医人 他们不懂广东话 也不懂普通话 当时华人太多都是不懂英文的 也不愿意接受西医 于是港府就根治不了鼠疫了 很多华人都怕了当时洋人收屋 更加有人变卖香港的资产 将妻儿送回来地 而当时政府消毒住宅的时候 又没有为居民提供临时住所 结果很多华人都因为这样而无家可归 再者 华人一直都认为在传统上 死后应该要封光大壮 但是港府对患病的死者 只是耍尺灰 就这样埋起就算数了 忽视了中国的壮礼仪式 对于某部分离乡别井的华人来说 客舍异乡已经很可怜 还要不可以封光大壮 令到华人非常不习惯 亦都非常不同意 港府在鼠疫发生之前的香港 对于华人的医疗事件 基本上都是采取不干预 以及不处理的态度 直到去日医治华人的疑似 爆出了卫生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 港府先知正视华人的医疗需要 协助成立了东华医院 为华人使用中医的方法医治疾病 鼠疫期间 第一 政府尝试过 对患者置于一个名为海资家的 海上隔离中心 但华人极为不满 在5月19日 有调查员在太平山渝泽区搜查时 被居民投窄石头 于是5月20日 东华医院主席刘慧川 和400多位华人领袖 跟港府开会 商讨如何平息民分 而会议之后 刘慧川更加被袭击 可见市民的民怨 基本上已经到达爆发的临界点了 5月22日 华人领袖向港督罗便臣请愿 要求港府停止逐户搜查 容许华人患者回向就医 将海资家的华人患者 迁移去华人管理医院继续治疗 不准欧洲人医生 为华人鼠疫患者诊字 准许华人鼠疫死者回国安葬 并且停止在华人棺材中 杀生石灰粉 港府认为 鼠疫之所以快速蔓延 是因为华人不认同 歐洲人的医疗手法 令到防疫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但为了令华人愿意继续接受医治 港府决定要灌和华人不满的情绪 又要保障人民健康 于是政府坚持续户搜查这个政策 同时不容许华人患者回到广州医治 港府认为华人是无知和迷信 先反对港府的控制疫情手法 港府为了进一步打击华人的暴动 于是在5月24日派出炮艇特威号 停泊在东华医院和太平山对开海面 以示警告 另外有惩治襲击刘慧邨的苦力 港府透过这些举动 告诉华人知道 港府打击鼠疫的决心是不会让步的 襲击事件造成了 华人和港英政府角力的矛盾加深 主要原因是建计与双方医疗官非常不同 港府折鼠疫爆发起计 一直都是用西医的医疗官和卫生官 作为依据 建基于加上香港的地理和气候 同时地 下层华人生活环境非常之恶劣 结果促成了当年 政府需要着手处理华人住宅区的卫生 既然出现了清洗太平地的工作 而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专口港 同时又是英国的殖民地 是英国在亚洲区的重要据点 鼠疫爆发 不单只导致了投资者对香港的卫生情况 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 也都减低了投资者对香港这个地方 乃至英国的信心 所以港英政府在香港出现第一宗鼠疫的时候 就立即将患者隔离 防止病毒外存 更加通过法例 由结证局全权处理鼠疫问题 并且希望彻底杜绝鼠疫的蔓延 反之港府忽视了鼠疫患者以华人为主 华人相信中医 中施港府认为华人是迷信 中医并非不及西医都好 只是看中医是华人的习惯 而据香港当年的 国家医院的求疹人数显示 华人求疹率一直都是偏低的 在1853年 国家医院总入住人数是180人 而华人就只有32个 但是当时香港的华人人口 有37536人 占全港人口的96.2% 而华人都相信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愿意接受外科手术 不愿意被劏开 身体完好才是孝 但是港府他一直认为 华人是无知和愚昧 根本不尝试去了解过 华人不相信西医的原因 而鼠疫的出现 正正就是将华人和港府 没有沟通这个根深体固的问题 大大力地放在全香港人的眼前 当年立法局里面 都只得五庭坊 一个华人议员 根本没能力为华人发表意见 之后虽然东华医院 曾经为华人向港府请愿 但是在输液期间 东华这个调解院的角色 完全失效 而华人都没接受过西方的教育 所以不会理解到 港府设立防疫措施的原因 港府在预防输液的时候 基本上是大大地违反了 华人的传统观念 包括了搜查房屋 会影响华人妇女的规范 令到华人妇女明哲受损 而港府埋葬鼠疫患者的方法 就忽略了华人口葬先人的传统 这些对当时的华人来说 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 罗边神港督都曾经有这样说过 华人强烈抗拒 让患者往欧洲人管理的医院接受治疗 因为华人至少习惯群居 更有不清洁的习惯 所以他们无法理解隔离的需要 也不愿意受到监管 他们宁可如羊般 默默无声地死去 令可把病菌传染给别人 或让其亲友承受不能言语的痛苦 也不肯将病者送往提供合适治疗的意愿 由罗边神的报告我们里面看到 港府认为华人反对控制鼠疫的原因 是他们习惯了不清洁 这就反映了港府完全漠视了 华人反对的真正理由和原因了 这个坚持正正就是殖民者 要将先进的科学和医疗 带给落后民族的表现了 加上他们有一种白人的优越感 令到港府不愿意 向一群他们认为无私的管治者 进行一些解释 另一边上 政府不解释 就导致了华人对政府非常不满 同时出现了很多古怪的流言 有指 疫症实由西人放毒而生 又有指 勇人医生会将孕妇的胎拿出来 将嬰子的眼睛和内藏滑出来制药 更有指 勇人医生会将入住海滋家的学童肝脏 拿出来制药 也有谣言说过 英国人在守屋的时候 偷走了华人的财产 和消卫了华人的家司和衣物 结果就导致华人父母不让子女出门口 造成学童的出席率急降 很多学校都要停学 也有不少公司要因此而停运 谣言四起之制 华人不满港府的情绪更加高涨 结果港府和广州两港总督李汉章商议 要合力澄清谣言 更加在广州各地和香港东华医院里面 贴告示 澄清了 经东华医院调查后 有关令广州香港华人不安的要言 全部都纯属虚扣和捏造 同时港府都作出了让步 准许华人鼠疫患者离开香港 返回广州就医 而鼠疫死者的尸体都可以运回内地安葬 港府更加将坚尼地城玻璃厂医院 交给东华医院管理 再派澳洲人医生去监管 往后所有华人鼠疫患者 都会送回东华医院管理医院进行医治 鼠疫的出现正正成为了西医在港发展的转裂点 鼠疫出现之前 港府未有意识将西医介绍给华人知道 而鼠疫就迫使了港府尽快进行这件事 同时也促使了华人渐渐接受西医 鼠疫也令港府明白到统一医疗观的重要性 而减低对施政造成磨擦 于是港府就在鼠疫之后 开始了关注本地华人的医疗问题 包括干预东华医院的院务 并且研究如何令到华人接受西医 同时也允许华人参与和从事西医的事务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意思的话 记得留言、赞、分享和订阅 好了,我们下集再会 拜拜